大家好,我是Mr.Emanso,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HKDSE 2012 Mathematics M1 Session 8, Question 7 如果你是不理解我做這套影片的理念,麻煩你Post 了一個影片,看看畫面的訊息 看看我怎樣去幫你學數學解難和應付公開考試 記得看完再下去 第七條很明顯是講Poisson Distribution 例如說Distribution,我就曬四個Discrete Distribution給大家看看 這次我們當然是Focus在Poisson的Probability Function那邊 一會兒都會講入球,所以我就先讓XLed be the number of goals 這樣這個X就是Focus在Poisson的,with lambda as the mean OK,那它也給了我們,題目也有給我們的,就說0入球呢 這個Quality就是0.1653,簡單來說呢 即是說我把這個Probability Function設定為0,就會等於0.1653 再簡單來說呢,我現在只剩下一個Unknown 就是那個Lambda,Lambda我們計算出來之後就是 這個Lambda 藥值就是1.8 那由於呢,他就要我們correct to the Lerus 0.1 0.1 0.1,或者是 0.1,或者是 1個Decimal Place 那所以我就寫了1.8 那這個1.8就可以帶下去計算了 那這個1.8就可以帶下去計算了 Less than 3 Goals 有哪幾個可能呢 就是0 Goal, 1 Goal, 2 Goals 這裡很簡單 就是半字過字 如果你要學的就學我怎樣簡化了 然後才學入計數機 OK 那我連入計數機的Input的方式都曬給你看 OK 那算出來 取回近值值就是0.7306 去到C 那裡就有一點挑戰性了 他就說有關於兩場的賽事 總入球是要少於3 少於3 你看我在畫面上都曬了一個scenario給你一齊數 少於3 即是0球 1球和2球 今次我就會寫清楚 我很希望同學在這裡學了我怎樣列表 怎樣去數場景 即是怎樣去count那些scenario 如果0個Goals 一個可能就是0 1 如果1個Goals 那就有2個possible outcome 第一個就是first match 有1球 第二個就不入 或者第一場就不入 第二場就入了1球 而2Goals 就有3個possible outcome 那就是2 new 2 1 1 OK 那就破桑我來給你看看而已 那這裡你看到很明顯呢 我都是寫棄了再不用X的Random variable 為什麼要寫它呢 因爲我發覺呢 其實如果你看得多的影片 你都知道我經常都很 很Stake with 我這個Random variable 平常我用了X的話 我就會Stake with 用它 但是呢 做多幾份這些解難之後呢 我發覺呢 有時候我們真的要 器官出營的 因爲本身你看回公開笑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我們 不需要我們用那個 individual variable X那樣東西的 那用有什麼好呢 用呢 就是方便我溫習的 就是方便我有系統地去處理這些東西的 那如果去到比較難的時候 那它寫的東西比較複雜 你拿著X就拿手不成小的了 好啦 那就 看回這條題目 0 0是誰 0 0就是這個 就是e to the power negative lambda ok 那這一個呢 很明顯就是 1 0那個賽事 現在我指著那個位置 就是代表0球 然後後面那個 lambda times e to the power negative lambda 那就會是入1球 兩球那個你都見到的了 ok 那 那 最後那個項呢 就是1比1的 那又是啦 簡化 簡化 簡化完之後 拍機 拍機 然後就算到0.3027 好了 這一條其實都是 你說深不深話 說淺不淺的 如果你問我 最想你這一條 帶走什麼的話 就是學會數場景 有系統地寫回場景出來 千萬不要一路寫一條算式 一路度過場景 這個是比較危險的 除非你是很有信心才會這樣做的 好 有什麼問題可以email給我 再見 各位同學 拜拜